来 来了 给你带来三明治 怕你帮我好好吃饭 我果然没有好好吃饭 还喝黑咖 你的胃不想要了 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这么好啊 那以后 能不能每天都来一次 想得美 加班费 干什么 加班费啊 如果明天会是好天气 如果写的难以织绑紧 说不定我明天就愿意 要不要 得明天再一起聊 första 我都拿了 先吃饭 我这 是我今天工作了一天都 都麻了都 来不起来了 顾总 如果雨后出现了彩虹 来快走 啊 啊 哈哈哈哈啊 幸运的着迷 在开口却预感你会提起 讨厌 你自己拿着 今天怎么有空上来找我 希希 怎么了 你 你有什么事 直接和我说就好了 西成 我想 请你和我姐姐吃一顿饭 为什么 因为你昨天说的事 我觉得你们之间有误会 但他毕竟是我的亲人 所以 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 把误会解开 我认误 可以啊 你同意了 嗯 只是吃个饭而已嘛 如果你觉得 我和你表姐的关系 比较紧张让你为难了 我当然 你过来一趟 顾总 去帮我查一个人 从他来顾家之前 和来顾家之后的每一天 好的 对了 关于上次赫氏集团的投资方案 暂时以审核的名义扣下来 没有我的签字 谁也不准动 好的 顾总 我马上去办 放心吧 问题我都解决了 以后有什么事啊 也麻烦你们及时通知我 您放心 我会的 您对您母亲可真是孝顺 晚上六点 约了西城和你 一起晚餐 苏妍夕可以啊 这么快就搞定了 您的客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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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城 等很久了吧 没有等多久 我点了一些这里的招牌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只要是你点的呀 我都喜欢 你走 我刚去上了个厕所 没想到表姐 你已经到了啊 锦西啊 厕所在哪里啊 你陪我去一趟吧 好啊 苏芸汐 你耍我 不是收护西城请我吃饭吗 是他请 只不过我也在 你什么意思 你的目的 不就是想和西城缓和关系 拿到三百万吗 但是如果我不在 他根本就不会来 你 我劝你不要太贪心 既然来了 就好好吃完这顿饭 或许这顿饭后 西城会改变对你的想法 他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你才有机会 拿到约定的三百万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种缓兵之机我见多了 见过又怎么样 你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 但饭吃不吃 钱能不能拿到 得靠你自己决定 好 但是我警告你 别想耍什么手段 如果我跟顾西城之间变得更糟 我会让你看见更糟糕的事情 那我们吃饭吧 好 好 西城 你好会点菜啊 喜欢就好 来 表姐来家里这么久 第一次请你吃饭 照顾不了 请你不要介意 怎么会呢 你能让我住在家里 我已经好干净了 以后啊 我也会努力为家里做些事情的 照顾好你 和顾西 表达感谢 表姐说得对 一家人呢 一家人呢就是要互相照顾 来 给你盛完美味的鸡汤 来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手滑了一下 走开 我自己去处理 西城 我帮表姐去处理一下 你等我啊 好 表姐 我帮你吧 不用你管 我 密码 妈妈的生日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们的生日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什么 是 有了 是 哎 哎 哎